受到疫情衝擊 日本民眾無法出國遊玩 而橫濱由於台灣小吃 商店伶俐 也吸引了許多日本民眾光顧 來感受異國情調 走進寫著中華街的道路裡 各式店家左右伶俐 排隊民眾人山人海 搶著吃中式美食 這是在日本橫濱規模最大的唐人街 受到疫情衝擊 日本居民不能出國 台灣小吃更受到歡迎 其中一家食堂綜合推出牛肉麵 鹹豆漿油條 和首次在日登場的臭豆腐 讓日本顧客居民吃得津津有味 仿佛親身來到台灣 台灣評價國民小吃在日本街道打下一片天 也是繼去年珍珠奶茶旋風後再度出現最新風潮 在疫情鬆綁之際帶來一波經濟前潮 畫面來到一旁的橫濱中華學院 這是一間國父紀念學校 過去它有著150年的歷史 經過三年整建和翻修 新學校也正式啟用 來到校園內充滿各式中華風氣 五龍五師 台式戲服 更重要是讓學生在學習方面使用最新硬體和教學軟體 也讓學生在升學上多了一個選擇 增添競爭力 記者 宣勝方 日本報導